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進講這些講那些 和鄭丹帥進入第四集 但有些分別就是我的拍檔 由會長換到謝夫 因為今天知道阿彈哥來 大家又陪吃飯、陪坐 我們實在喜歡和阿彈聊天 所以大家是輪班 和阿彈開展我們的話題之前 其實我發覺我們是屬於 有些人說邪動一族 我們是祖師爺 其實一早就是邪動一族 因為我和你最早合作 不是做電視台 是和你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那張照片 你給我看 我就有印象 但其實都不知道做過什麼 其實就是我們每個星期 和當時有份娛樂報紙的新星日報 逢星期三、星期六 有個音樂版就是我們包了來做 因為當時年青人走步 一百萬電影版就是我包了來編 然後捉一彈下水 因為大家都是拿一瓶不韻 寫人、寫歌 流行音樂譜 所以我們都是和流行文化結緣 上一集就講到 這個小男人周記的廣播劇 但是我們全香港人最深印象 因為是電影 陳家上導演在我們這個頻道 曾經講過小男人周記 其實他是正式做導演的第一部 因為之前三人世界 他是掛名執行導演 導演就是閃幾言 我還跟他說 因為這個戲 因為哥頓其實是 他跟黃太羅寫緣份的時候 你有沒有睡在 好像你已經是編劇 我編份寫,我有份寫 因為哥頓有講過 他在現場要改劇本 我沒有跟長 因為我白了那麼多 我又做DJ 那時候很紅 是很不負責的 但哥頓就有跟長 所以他跟哥哥、阿妹 結緣 我們這一代人 什麼都適合想 不計較 總之有機會去做 沒錯 但是我們再說 哥頓記得是蔡先生拍板 但後來我們的留言 就說不是 其實小男人周記 是曾經考慮過許冠傑 林子祥 張行友 細說重頭 因為你是第一身 一定覺得對 記憶就是多數 有少少出入 話說小男人周記 已經紅了 其實不是馬上的 最早 最早 其實 在小男人周記 拍之前的兩年 兩年 八七年 駱易寧 因為我們很熟 駱小姐 就說 喂 邵氏要開小男人周記 就要找黃泰來做導演 已經談好了 總之我們這樣 快點搞劇本 那就搞劇本了 但是搞劇本的時候 我和嘉賈劇本 誰做呢 誰做 做梁寬呢 那時候你沒有想過自己做 一定沒有 怎麼會想自己做 於是我們就去試試市場上 於是有一位唱片公司的朋友 就說 很喜歡小男人周記 她說 喂 好啊你們開 我提議一下 許冠傑 第一個是許冠傑 因為 剛才也說 我一說 去探望許冠傑 你也知道是城市花園 不是 世界花園 就是沙田 這位唱片公司的同事 帶了我 當時她是負責管理 許冠傑 新藝寶 新藝寶 就帶她上去 去世界花園 見許冠傑 不懂 小時候和她合作 說起這件事 聲音很好 請我們吃飯 在她家裡 我也不記得 那時候的故事 不是現在第一集的故事 說給她聽 然後她說 好好好 不過大兄我給你看一件事 接著 解幾個樓給我看 我八塊腹肌 不是很小男人 就是小男人 就是不像 走出來 氣與軒昂 是俊男 就是 是 當時她是最佳拍檔 是 其實很難 你想想 她是不相當的 不相當的 不相當的 學友 我不太記得 學友 不太記得 然後我們就找阿倫 是 阿倫也做小男人 有點像 阿倫就說 我喜歡 你們趕不趕 兩年後可以嗎 做演唱會 應該是 是 不行 我真的不記得 學友後期 應該沒有學友 好 接著第三個就是阿倫 阿倫 兩片鬍子 很中產 中產 於是我們就找她 聊 阿倫很好 又跟我們聊 聊完 聊到差不多 突然說 這個故事 這個梁寬 你做 應該是你做 有眼光 你便覺得她有眼光 但當時的我就是 那你就是推我 是吧 即 用藉口推我 你用藉口推我 我怎樣回來 跟阿倫和方日華小姐交代 阿倫說她不做 叫我做 是吧 是吧 謝塔瑞那時候 在電台叫做有些名字 在電影界是零的 也不是零 零 十分之間說 有二到三的 做配角 對 主角旁邊 還要走第三 第二都未到我 所以 其實 這樣嗎 那就繼續找 所以 想過 學友 但好像沒有談過 於是 於是 就 找不到男主角 每個人都忙 找不到 各自在邵氏 本來是邵氏開的 樂小姐 王太良 直至有一天 都差不多過了一年 陳慶家 就跟我說 蔡神看了那本小男人小說 那蔡神是哪位呢 就是我最尊敬的電影界前輩 就是蔡蘭先生 我以前的老闆 他就說 喂 這個電影要拍攝 這樣 當時蔡蘭呢 就在嘉禍 去嘉禍 陳慶家說 蔡神叫你去嘉禍 見蔡永昌先生 那他就去見 我陳慶家和蔡先生 見蔡永昌先生 好啊好啊 開開開開開 首先就問 誰做男主角呢 是蔡蘭先生親口說 你做 指著你 指著我 你做 我做 我和你一起監製 你做 放心 他真的這麼說 找你做監製 不止是偏聖 我的poster寫著我 都有份監製 雖然我其實都不知道什麼叫監製 那時候認識鬼 但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說兩位蔡先生 多謝 不過 因為我們已經收過 邵氏的錢 劇本其實是在邵氏 的right是在那邊的 所以其實一定要跟方姐說 那時候我真的是年輕 太開眼界 就是看著蔡永昌先生 哦 方姐而已 是嗎 搏個電話 還沒有 方姐 好 好 小男人周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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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寫張紙票 是 你明天去找方姐拿劇本出來 就是這樣 那你真的進了邵氏 那我就拿著 真是一個人 走進邵氏 製片部 然後找方人華少姐 方人華親自見我 進她的房 進她的工作室 即是她的工作室 一桌劇本在那裡 怎樣 等 找一櫃 找一櫃 怎樣 你下一個人來 OK 你壓對劇本在那裡 啊 開戲啊 誰做啊 誰做兩磅 你做啊 嘩 哈哈 你就是這樣 又沒有的 我exactrate了 那我就拿回劇本出來 那時候定了導演 我去拿完之後回來 就開始 陳卿家就說 我就問那個導演 是不是Taylor Taylor 趙氏 不行啊 他說我有一個人介紹 又是阿嘉介紹 就說 他們合作了三人世界 陳家常 我覺得好啊 因為 全部都是新約 對 大家有得談 說 我很記得我們在嘉禾 開始談劇本 陳卿家 我 葉廣劍 阿劍 林昭然 阿聖 阿聖 是副導演 他不是副導演 他其實那時候也是製片部 這樣 於是大家就在那裡說 在那裡開會 就是這樣去開始了 但是 鄭丹瑞做男主角 有女主角來才行 沒錯 我又問蔡先生 我說其實 小男文周記 雖然叫小男文 其實他主角是女人 其實是說他老婆 他老婆很重氣 當然是鄭月齡 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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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TVB認識他 什麼 你們立刻這樣 我說這樣 我也是剛進TVB一陣 膽戰心經地 我也記得我又跑去自己 濫鬆鬆 剛剛是一個功能 做事 叫做Doo姐 叫做Doo姐 那時候是鄭九祖 是 那個年代 你要記住 這個叫小男人周記 沒有女人 名字裡面沒有女人 名字裡面沒有女人 又不是她 那個片名字 是一個DJ 背著主角 而全部都是影后級的人 所以我也覺得很感恩 我問Doodoo Doodoo 很爽快 他說 好啊 有期就拍 蔡先生 想問一下片酬 噢 15元 我們的心是10元 15元 噢 12元 又死了 不用拍了 於是我就很爽快 Doodoo說有時間 不過要15元 給他 蔡先生 這些大監製 他的看法就是有鄭月齡 整件事就是一個大器 承認了 承認了 你不用怕 你是Nobody 但是你身邊的是Somebody 就行了 給他 噢 你說得 你簽證 於是 接著 就去找 鍾楚紅 李美鳳 周維敏 鄧瑞敏 突然間就整件事 當然 就是這些靈魂 不是 你那些找女主角就是煩惱 但是你去旁邊的 跟大鼓說就不用說 直接說 你來就可以了 就是一來 我還記得第一天開工 你記得 就是 不是馬馬地 那個 山林道那個巴 就是炒你那場 喝酒那場 嘩 一來就是挑戰 一來就是你喝醉 然後我說炒你那場 我就醉了 我在這裡 我跟陳英佳看著 就是夜班來的 因為要等酒吧山場 我跟陳英佳兩個 看著Crew入 入完一車又一車的器材 我直接無管凍 我家 我只是隨口說了一個劇 在電台 現在這樣 拍戲 自己做男主角 穿著老衣服 在化妝 就是夢幻 這件事很夢幻 是 這樣 這就是我的記憶 有件很好笑的事 陳家尚 你們跟他現在 你們發不發他 其實是很斯文的 他講話很細聲 很細聲 表面的 嘩 你敢說話 你 沈仔也很斯文 我們跟他這麼熟 都不敢這麼大聲說 沈仔也很斯文 撕下lijk 不知道去哪兒 找庫道醫師 他去洗手間 原來他在他耳邊 說我現在去洗手間 沒有人聽到他說什麼 導演有權威 他去洗手間 大家都去洗手間 等他去洗手間 但哥凳的確有 偈於導演的這種想法 想法 我很感恩 我先遇到一個 陳慶佳在那個年代 甚至我覺得現在應該是 如果五隻手指數香港寫創作最厲害的 我不敢說是第一 這五隻手指一定有份 一定有份 沒錯 陳嘉尚當時是新裔導演 有自己的想法和堅持 但是這些想法和堅持 我們是Buy的 老實說我都是創作的 整件事都是我創作出來的 但是臭小子又有些東西 交給你拍 我要這樣說 那種時候的鏡頭很定 很多long shoot 等等的東西 又可以的 因為以前舊式的導演很喜歡分鏡 分鏡的 一段戲就起碼 去到這裏停 然後我這樣 大佬我的戲怎樣 我們就有一個全新的 演繹 我覺得很適合我們這部戲的東西 但是哥頓說 戲就順利拍完 有一班美女圍著你 又有些老友陪著你 但是想法的時候是一個非常時刻 是的 還是沒有什麼宣傳 我預了就沒有了 我們真的預了就沒有了 八九年六月 五月六月 那當時你的心情是 沉到谷底還是怎樣 即是說 總之做完都不是這麼好運 始終難 我是第一次去真正的演繹 一部戲 我們在這部戲裡面 其實我覺得 我拍完這部戲 剪起來很過癮 我其實已經很滿足 你的任務完成了 賺不賺錢是老闆的事 是家和的事 那時候我不懂得跟他們想 但是 在上話 我們都盡做 我很記得我們的盡做是什麼呢 家和那時候 有一位宣傳大員 曾經說過這樣的說話 是杜惠東還是誰 不要說哪位 不要說哪位 不是杜惠東 他說 如果一部戲可以的 就不用宣傳 如果一部戲不行的 宣傳也沒有用 我知道是誰 上任天堂的黎劫 我沒有說過 我不知道 那我就知道 不要緊 以前都是老友 當時我是很 真的這樣嗎 那就是不用宣傳 他說黎劫宣傳 成龍那些戲 賀歲片 拖起得就不用這麼多花神 所以他有些宣傳賀歲片 成龍賀歲 就是這麼多了 不要緊 都是一個方法 那就是沒有什麼宣傳 好了 我們是怎麼樣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其實都想了一些事情 我們和家 所以我們很喜歡 我們這一群人就是這樣 是啊 好像沒有什麼宣傳 但是沒有宣傳 我們都會做些事情出來 是 我們那時候 Trader是怎麼拍的 怎麼都有一條 就是分幾兩分鐘 有條預告 但是我們就有一條預告之外 我們就拿了 五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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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做什麼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就是 鄭宇寧對著鏡頭說 我不見了老公 她叫梁寬 如果你看到梁寬 麻煩你幫我蓋她兩巴 CUT 有什麼印象 有什麼印象 有有有有有 我們就拍了很短的這些事情 就在預告之前 出出入入 那你就會在看其他電影的時候 看預告 你會不會看其他預告 多了一些東西 是 那我們那時候就 因為陳建嘉 是鬼才來的 還有陳家上 葉廣劍 就有這些奇形 以前沒有試過 我們就做這些事情出來 可能有些用的 就是讓大家有些 對於這個戲有期望 但你都不可以妄自誹薄 店台 代裝書 這些潮流 當時是香港的話題 這些其實是 不用宣傳 因為 宣傳已經在了 只不過就是因為 可能那時候剛剛的氣候 是 誰知道 竟然又走了千幾萬出來 千幾兩千萬 然後馬上就添蝕 就是蔡在新宿 蔡在新宿 然後那一年 我記得 我上次有說到 八月尾拍 跟著就是 鍾寶羅跳樓 就是那一年的事情 我們去拍海 遊艇 有時候 竟然在那裡 在那裡逐個說電話 我還記得那一場 我想說 那一天他打來 其實是之前一兩個禮拜 他說 goodbye 是的 後來我們想回 是的 我很少跟他這樣聊天 因為我的經驗就是 這個死仔包 跟我知道我最近做什麼 之後 可能一兩天就說 喂 我運張支票 跟你對下 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想不到 因為那時候 我當時的老婆 就大肚子要去生 還問候 怎麼樣 家衛什麼時候去 去加拿大 這樣 後來我們有討論過 是四股八在遊艇上 我們那一段 遊艇一場戲的時候 他打電話來跟我們談 很奇怪地 逐個談 是的 逐個談 你呀 都你呀 不過這些都 驅往矣 但是阿彈就跟我們 糾正回整個小男人周記 你應該是這樣 以我的記憶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補充了 哥頓的記憶 都有一些準確的 但是他就 到他撿到之後 那些人都準確了 之前他可能沒有 那時候 三民世界的閃 就是運人做眾神 對不對 這集呢 有鄭丹帥 如果不說小男人周記 我們的粉絲都會罵我們 所以一定要說 但是呢 我仍然想留你多二十分鐘 留多二十分鐘 是的 留多二十分鐘 都是說回電台 因為後來呢 你就入了商業電台 二台就做總監 其實是同期的事 是嗎 那時候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邪動一族 但是那時候的電台呢 已經是過了六批半 和青春交響谷 進入第二個世紀 那世紀的原因是因為 余增在美國 進修回來 那這個呢 我們下一集 再講電台的事 那就是 第一回合 多謝鄭丹帥 後面還要陸續來的 對不對 對 暫時又休息一會 如果支持我們 繼續訂閱 分享 留言 看廣告 OK 暫時休息 多謝鄭丹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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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鄭丹帥